女人第一次不穿衣服洗澡 就被躲在柜子里的丈夫抓到 随后邻居过来帮他搓澡 眼看两人就要动真格的 大强却没有立即冲出去 因为他在想算命先生的话 事情还要从昨天说起 大强刚从外地回来 就看到小美和邻居在练习拉丝 想起白天路过的算命摊子 他就去找小神仙册子 谁知抽中了一个T字 你想问点什么事啊 我想捉个东西 捉个东西 什么东西 不是东西 小神仙一听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大强好奇地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小神仙微微一笑就开口了 你测的是个T字 T字上头两个夫子 下头一个日 女巫二夫 天巫二日 有了两个夫 一个就是本夫 另一个不用多说 大家懂得都懂 大强赶紧问他能不能捉到 小神仙一听皱了眉头 照字面来看 T字上头两个夫 加上两瓶 乘两个狮子 下头一个日 要想得到吗 很难 所以说 是多得少 大强一听气坏了 使劲地跺了跺地面 小神仙一看又发话了 刚才你这一跺脚 狮子旁再加上一个竹子 就是跌倒的跌 也就是说大强这次不仅无功而返 而且还会跌一跤 但大强实在忍不住这口气 扭头就离开了算命摊子 他趁小美出去提洗澡水 悄悄躲进了衣柜里 而不知情的小美 此时还在和老赵调情 话音刚落小美就哀悠一声 老赵一听赶紧过来帮忙 然而他们刚出屋子 小莲就开始低声咒骂 原来他早就知道了两人那点事 他们扭扭捏捏把水抬上楼 刚一关上门就开始了 躲在柜子里的大强简直没眼看 这时小莲突然来找老赵 你当心一点 不要当我是个瞎子 你真的没趣了吗 你那件事我还不知道 老赵一听不敢说话 然而等小莲睡着后 老赵就又去找小美谈心 但他不知道小莲是在装睡 目的就是为了人赃俱火 这边帘子刚放下 大强就举着菜刀冲了出来 他准备解决了两人 谁知小莲突然大声拍门 吓得大强赶紧躲进衣柜 而老赵一听小莲来了 直接躲进了另一个衣柜 和大强来了个四目相对 小莲把屋里搜了一遍后 发现没有老赵的身影 就把目光看向了衣柜 小美赶紧上前阻止 两人就这样打了起来 大强一个没忍住 直接从衣柜里出来了 对着小美就是一顿打 老赵劝他们家和万事兴 但大强却说没有你也打不起来 谁知小莲听完不乐意了 话音刚落小莲就意识到了不对 暴怒的老赵一把把大强推倒 这可真应了小神仙说的话 暴怒的老赵劝